所有的國民黨的初選制度 應該都要讓民眾感覺 你是要選一個能勝選的人 而不要讓人感覺是因人設事 或者說要卡誰 卡東卡西的 或者對現任者如何的有利之類的 這樣都無助於政黨的一個團結 還有目標的一致性 可能還沒有打仗 內部就已經先亂成一團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可能 當然中常委有他們提案的一個權利 但是 你也是中常委 我也是中常委 對 這個案子你有覆議嗎 沒有 因為我也不在 剛好那這一天我也不在 但我意思說這樣的案子 它一定會引起一些 很多人的不同的解讀跟想法 甚至引發一些爭議 現任案就有很多議員反彈了 我覺得這裡面有階段性問題 有機會問題 有公平的問題 有反應民意的問題在裡面 你是說二分之一條款的部分 對 為什麼這樣講 其實今天不管你是剛選上議員的 也不管你多高票 也不管你現在是 已經連任幾屆議員的 對於想要挑戰 或者要選立委的這一部分 我覺得應該一視同仁 就是一開始應該是開放的 大家機會均等 大家機會均等 這樣子的話一方面 當然給有意挑戰者機會 二方面也是怎麼樣 也是讓現任者 不會讓他覺得說 好像你擔心挑戰 然後你只為了你自己 我覺得這樣也對現任者不公平 也憲他們於不義 你機會均等以後 其實現在資訊非常透明 你到底 你出來選的正當性多高 我覺得選民是會有反應的 而且政治人物會自己評估 對 他會評估 我到底去跟現任者挑戰 我如果剛選上 就算我很高票 我來挑戰一個現任者 現任者人家假設也做得很好 服務也很好 各方面也都很好 你的機會有多高 再來會不會反而傷及到你現在 你的議員的一個形象 或者你還沒有服務 然後就可能讓民眾 覺得對你有反感 我覺得這個每一個政治人物 都要去做對自己負責 所以黨中央這個制度的設定上面 應該先考慮到這個 至於說像真的沒有人的 這是階段性問題 第一個 你先開放讓大家表態之後 真的沒有人願意表態 或者找不到人的時候 這個才進入到所謂的徵召 所謂的徵召 所以它有一個階段的問題 不是說不能徵召 所以這個部分的制度 根本沒有調整的必要 因為現狀就是這樣 不行的話就徵召 徵召就沒有所謂 二分之一不二分之一的問題 所以這樣的提案 到底是出於什麼樣的初衷 這會讓人很好奇 你覺得 有很多不同的聯想 我不想去講 這個唯一的利益相關人 是葉元支 我們找到的 唯一葉元支條款是不是 你怎麼這麼重要 居然有葉元支條款出現 我個人是這樣認為 我覺得中常委 他其實是提了兩個案子 一個是針對總統初選的一個制度 另外一個才是 議員二分之一條款 我覺得這個二分之一條款 其實是為了要掩護 總統初選這個制度 所以 這只是一個掩護而已 我認為是這樣 因為這個制度提出來 因為只管總統好像怪怪的 太明顯了 所以把議員也管一管 因為我們討論過 就是說這個到底要卡誰 為什麼無緣故會有這個東西 為了卡業員支 我們應該是沒有那麼重要到 他要來卡我 但是就是 還有人說 是不是為了要卡韓國瑜 但韓國瑜已經表態 不會選2020的 所以其實大家都猜不出來 還是怕羅志強 因為他現在要選總統 他選總統 有可能 這樣子可能就是為了羅志強 應該是羅志強 所以羅志強一個人 讓中常委絞進腦肢體 這個東西出來 但我還是認為 關鍵應該是在於總統大選 因為畢竟現在的主席 可能他對於2020 他有一些想法 其實A案是要掩護B案 對 我自己是這樣猜測 你剛剛是故意看不出來 還是故意不想提B案 我覺得這是兩件事情 我個人認為 其實國民黨最比較可悲 就是這邊 就是說當民進黨做不好的時候 國民黨也沒有給人家一個 求心求變的氣息 反而在這種政治的鬥爭上面 好像很有發揮了極致的創意 他這也很求心求變 沒有人想到會提這麼怪的提案 就是我們都把創意 放在錯的地方 我們把創意放在 到底要怎麼去搞亂總統的初選制度 沒有去思考說 怎麼樣讓人民覺得未來有希望 我覺得其實按照黨綱 其實我們的選舉辦法很清楚 就是七成的民調 加上三成的黨員投票 這非常清楚 除非就是有意參選者 大家坐下才談 看黨員投票部分要不要略去 這個其實機制都一照走 可是為什麼這一次變得這麼的複雜 一下訪美式的民調 然後一下又變成什麼 又有傳出乾脆針對黨員民調就好 還有全部黨員投票 那個變化之多 讓人家無所適從 像我們有時候要討論跟評論 我們都不知道該怎麼做才好 今天這個就更讓人覺得誇張 怎麼會算出一個比例是 黨員的比例是46% 民調是54% 這個大概 一票算兩票 對 全世界沒有這種制度 我覺得全世界沒有 那你直接修改黨章 把它改成就是64或是73開 就好了 幹嘛這麼複雜 就沒有用 如果說是要講訪美式的制度好了 訪美式的制度大家都知道 美國式的制度有幾個精神 第一個精神 因為他們是柔性政黨 所以他沒有去約束黨員 你一定要入黨幾年 你一定要繳黨費幾年 你才有投票權 他們不是這樣 他們是說你投票之前 你跑來登記 成為我們這個黨的投票人 就可以了 這個是第一個精神 第二個精神 他們叫做公辦初選 就是國家來辦 共和黨 民主黨 都要來參加國家辦的初選 這有什麼好處 譬如說我今天 我是支持民主黨的 我就會去參加民主黨的初選 我支持共和黨的 我就會去參加共和黨初選 但是這樣就不會變成 就是動員我這一黨 去搗亂對方黨的一個情況 可是我們不是 如果說今天只有國民黨 在辦訪美式的初選 然後採用這種開放式的 訪美式的初選的話 民進黨如果說 等一下可以問一下世堅議員 黃世堅會不會來登記 國民黨的初選 黃世堅議員他就可以來登記 按照這個制度他可以來登記 他可以來支持 他認為國民黨 比較沒有機會的候選人 世堅你會支持誰 我絕對 我絕對是支持吳敦 我補充一下 我補充一下 因為我覺得 這個總統初選的這一部分 你說我們現在的30%是黨員 然後70%是民調 你說他公不公平 絕對沒辦法百分之百 也沒辦法百分之百 去完整的體現那個民意 我覺得整個初選的制度 你要走得讓人家心服口服 最重要當然就是第一個 你選出來要能夠勝選 大家覺得說 這個能夠代表國民黨 然後能夠勝選 第二個這個過程裡面 當然你要進到 這極大化的公平 所以現階段我會覺得說 與其大家在那邊講 表態要選的 你們都出來講 你們想要什麼樣的制度 因為你公開講 就要公開講 為什麼不講 你要找其他的人出來講 對 因為就是說你想選的 你覺得什麼樣的制度 是對國民黨最好的 或者對你最好也沒關係 你就出來講 講完之後社會大會知道 原來你喜歡這個制度 你喜歡這個制度 因為最後就算黨章有這樣子的規範 最後也是這幾個人坐下來 他們要去協調說 比如說那個比例要怎麼調 然後哪些人投多少票 然後大家都接受 然後你去進行這一場 所謂公平的競爭 否則現在只是 都是別人在放話的話 這個無助於最後我們趕快形成 那個所謂的公平的初選制度 而且剛剛講到一個關鍵的重點 就是說你不管是哪一種制度 選出來的人選 國民黨最重要是說 這個選出來的人選 在大選中會贏 如果選了老半天選出來的人 是不會贏的話 那花這麼多力氣選幹 所以是不是在這一個制度 不管你是哪一種制度 要進行之前 先應該來一個排輸民調 就是會輸的 一定會輸的先排除 然後其他的人才來走 黨內所規定的這個制度 這樣不是比較保證贏嗎 機關在哪裡 沒有人會輸 沒有人會輸 有 現在已經有人輸了 現在民調 你看民調不準 那要看什麼才準 民調是一死的 當三腳都起來的時候 現在我民調也低 剛開始參選一樣 那也是三腳都 一個白色力量 一個民進黨 那我是藍營的 那個選項我都沒有經營過 可是為什麼那麼多的鄉親 我一到海邊到山上 他們講你會贏 我說不會 我民調輸 他說你現在輸 再一個月你就贏了 可是這些打麻將的人氣 跟你不能比 不是這樣就是說 當然現在說有四個太陽 各位要了解 太陽四點半一後就變適用 所以太陽是四點半一前而已 會不會四點半一後就變適用 所以不用等著炒 你炒這個下去 你不能說他13%就輸了 逆轉勝利我聽過嗎 所以為什麼說 當時每一個人都會贏 他才會有表態 現在沒有表態的剩下 大概馬總統他沒有表態 其他人都算表態了 黨內的話 吳主席他也還沒表態 他說他還沒有 補選完 對 那黨內的機制就是你剛剛 這個提名機制 不必經過黨章修正的權貸會 那你為什麼要提出一個 因為常委有提案權 你為什麼要說黨員投票 一票變兩票 其實黨員投票 就是用這種方式 非黨員的投票 類似美國式的 1996年 許信良跟彭明敏就弄過了 那個時候我有去投票 你給他去投票 你那時候民進黨 不是 他就開上市的 他就是你拿我們的身分證 身分證去 他也是用一個布棚蓋的 那時候民進黨給他炒創 很困難 你就拿這個身分證去 他還是給你蓋一個抽章 身分證上還是要註記 對 他給你註記 他也蓋一個三角形的那個抽章 然後他給你一個銅板 裡面就有一箱是許信良 一箱是彭明敏 你把那個銅板投在哪一個 那就算 他們到時候就用這個來計算 所以你不一定要黨員 因為那個時候民進黨的黨員很少 你怎麼去做初選 你那時候投給誰 我投給彭明敏 你的原因是跟剛才 王世堅投給吳敦醫生一樣的 這個就有問題了 就是說我投兩遍 我為什麼投兩遍 因為我有兩張身分證 一張補發的 當時他們沒有 所以這個就這樣 他沒有辦法確認 他不是電腦系 他亂的就不違法 你來亂的就對了 因為他不是違法 就是說他的初選就這樣 那是民進黨不辦的 但他身分證沒有辦法 不嚴謹 辦法說 就是相當不嚴謹 他沒有辦法確認你的身分證 是真的還是假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為什麼要修訂說 一個黨員票變成一票變兩票 就沒意思 你中的不賠 聽得撩得撩皮 這個只要中常會通過 把七三筆改成五五就好了 就是民調50% 黨員投票結果50% 這樣就好了 那要看中常委能不能同意 譬如說像江啟成你會同意 中常會通過以後 不要那麼複雜 將來這個辦法通過 有要參選的人 有意願登記完了以後 你們再協調 協調就是 如果不願意全民調 那就是黨員投票 黨員投票就是佔百分多少 就是中常會可以修訂的是這個 你現在弄到一票變兩票 那頂多就是46%對54% 他這樣整期你就比較少 你覺得46還不夠 百分之50比較夠 黨員投票可以弄到60 民調佔4% 都可以 那你要 社會觀感人看怎麼在看你國民黨 對啊 現在是人怎麼看你國民黨 現在是怎樣 我們會這樣 我就像地在創作這樣大家來 吃飯就請求三戰入部 做鋼琴球投票過多 在選舉的時候在扁的時候 民進黨當局的時候 大家出來扁都騙體人生 你知道這些人 大家出來跟民進黨輸贏的時候 都騙體人生 現在在投票你說有加分 我們都沒有加分 也是要扁人出來調整 你也要去面對 但是你在扁的過程中 黨員跟所有的民眾 他有在看 包括反對人 他也說如果國民黨 就要讓這個 因為這個會不會有 所以故事這樣 每一個政黨就是要找出最強的 若柯P繼續 不知道45、46、43就對了 我告訴我 什麼人要選頭都很痛 什麼人要選頭都很痛 所以這個當來的優秘的規則 你如果三回合我怎麼改 來我們說議員 你當作議員 12月25日你當作主席 你都不可以把選民服務過 我服務十七年 現在這樣說 你總共三個月要登記 你三個月就服務三個月 你就跳出來說我要登記選議員 我跟你說 不要說你多紅 選民看你眼睛來 他對你就打分數 就把你截掉他 你要挑戰的人 如果他說他就很不在經營 你去挑戰就欺負 你溫習的 你這個合併 你這個撩油 撩油又沒有車輪 你可能有人要這樣 你現在是怎樣 有我們報恩 有受報受 沒有受出來連身體 沒有人這樣 所以定這個都假的 譬如說南臺灣登困難的時候 沒有人要選 日豪一六年槌沒人要選 要去跟拜託 去跟政調 這樣才是二分之一的挑戰 所以黨的制度 不要再冰錢 三年五年 事實在轉變 你認為對你比較有利 你就來改 如果這樣 沒有要對中相會的結果 稍微調整一下 中相會 等級以來的選舉辦法 還不用調整一下 從馬總統起來的時候 他也調整過了 就是說本來三百十個在選 沒有要改做千幾個在選 是不是可以改做五千個在選 這樣你要送就算不算會夠了 看你多不送 本來就是這樣 黨的體質改變 所以會把這個管市長 立立在做中相會 當然 這就是行文王主席的地匯 擴大 這個骨刺 會有這個人 他可以進入中相會 自然 提案 有這個案 就會過 不有這個案 他就不會過 所以國民黨實在說 現在 現在 那時候 寒流一個過 一起來 應該十五官市 大家想說 感染這塊冰在涼 我跟他說 像這個天氣 還這麼熱 這已經是 真過了 寒流有來 冰岩 你把它試試看 一分鐘就容易了 國民黨這局 你是要 展現一個大界局 給人民看 人民現在在看 你們現在有機會接種 如果 你現在就在爭 爭到人民 屁股 到最後 我跟你說 離空離空 你這種的越爭 柯批動選的紀錄越高 因為第一 對蔡英文 對民進黨 可能他們沒有要誘望 希望 看國民黨你們怎麼轉現 結果國民黨 轉現出來 就是 感覺說 這是在爭一個 管理理 如果這樣 我在這裡聽到跟你報告 柯批動選 不用再爭辯 尤其是這個局 沒有要抵定就對了 繼續這樣 你們民想突然看到這種 油肥 這叫做共町 道經 八成想突然看到這個 你們還在搬這 你看國民 獨行 獨翁 一個人說怎麼 雖然 我們坦白說 市場也沒有建設 國民你也不用收 我告訴你三個三種交通 忙到現在看要對下去 市場有做不做不管 但是他就讓人感到 你也看那些年輕人 他跟我說 柯批就很真 就蓬你兩塊跟我說很真 有話直說 你們這些都待會 回 回到最後還回回來 你民伯生會討厭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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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